赛区的战队来讲算是敲了一个警钟 对 不能掉以轻心嘛 是 包括你看到上一把决赛圈 大部分都是这些其他赛区的战队 那实际上代表人家实力还是有的 对 只是说可能在 他们其实我觉得复盘了第一天的比赛之后呢 该运营还是要运营 但我们先来看看宙斯跟BDR的roll点 又是来roll点 不过正面的话正面是三打四吗 不过ABY选的先行是往下跳的时候已经被放倒了 所以一把M4 但是不要打过 现在BDR瞬间是个人数优势 是的 BDR这么想拉过来 但又被Galace给发现 对了 Galace唯一性存者 怎么说 想再拉过来 不过还是被侧面的BDR给包围了 ICE应该是在最外边的那个小仓库房 对 ICE是想架枪的 因为是想掩护自己的队友 但是没有想到 大家都是把他们逼到了防区之内 打防区战的话 你原点架枪就没有作用了 确实 因为你看到BDR落地的几个人 是在一块儿是有个这个协同输出啊 对 而且BDR目前来说是一个人没掉 很明显 他就是四个人要抢占这个中间的高楼 是的 不过我们看到圈形呢 一瞬之间是给了一个非常常规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大家也不着急 先把进点的作战打完 对了 BDR脾气也是很大 你想跑不给机会 要抓你IC1 我们发现每次打训练基地的战队啊 它的风格就那么两种 一个是由外围往内部推进 一个是集中抱团 那实际上你发现最近看下来好像抱团的队伍打的成绩是比较可观的 对对对 你抱团的时候首先你的协同非常没有问题 是的 其次你对于队友的信息啊 还有信息拿的都非常的足 而且你像我们看到BDR这个战队 它其实不太同于海外战队就是打的比较随意 它是一个首先运营队 其次呢就是细节方面做的比较不错的一个战队啊 对 但是说到运营啊 我想到昨天的那一把海岛地图 BDR是跳农场的队伍 但是它没有去拿农场的碟 反而是去劝架 然后把自己劝了进去 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提到咱们PEI这次赛制 也让众多海外战队